好想玩一家 家里来客人 别捣乱 等会儿有客人要来咱们家 快去准备迎接 你们好啊 我就是隔壁村斯大爷家的姑姑的表妹的干儿子 来你们家住几天 欢迎欢迎 都是一家人 快进来吧 哪里来的毒气 味道你爸妈的脚还上头 等会儿一身汗 洗个澡吧 你们不懂 我这招有男人味 吃饭要我 这简直是行走的毒气蛋 又愁又响 来这时刻忍一忍 别客气 就当在自己家 他还真是不客气啊 这伙计也太差了吧 我来给你们列个菜单 明天就按这个标准来 吃光我们家的饭 还霸装我们家电视 你快管管啊 顺便帮我洗一样袜吧 半个月没洗了 东西清奇 温审 你家还养宠物 让我来逗逗他们 这是客人 休得无礼 宠物就应该有宠物的样子吧 我的花 我的鸡哥哥 小鸡可人 无需代言 我错了 我下次不敢了 没有下次了 打雪仗 敢跟我们比打雪仗 小心变成雪人呢 可别小看夫妻混合双打的实力 那就接招吧 好球美 上 抽筷 多花球 年轻人就会比快 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叫老年人的优雅 竟然用五步闪避 别怕 哥哥 问优雅 谁都比不上二花的猫布 他乖 上车 让他们露一手 哎呦 糟了 什么都看不到了 看来我们也要出动外援了 鸡哥哥 上 好大的包啊 顶住啊 哥哥 你看那是什么 居然逼得我要动用秘密武器 雪球炮 你俩被关顾着前面呀 抬头看看 轰炸机 抽呀 快撤退 躲到我们的城房里去 这下他们没辙了 怎么有水滴下来 不跑了 哥哥 鸡鸡奶奶想融化我们的城堡 不要了 跟我们斗 你们还 开饭了 人呐 救命啊 杯子碎了 哥哥 你到我看电视了 有本事就来拿 你把妈妈最喜欢的杯子打碎了 我不是故意的 这妈妈还没回来 赶紧把地打扫干净 哥哥 你真聪明 这样就不会再大大发现了 那是 不对 妈妈每次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喝水 到时候她肯定会发现杯子不见的 那怎么办 有了 有了 我们可以把它们摘起来 大功告成 哥哥 你真是太厉害了 这个也不行 到底应该怎么办 阿花 你敢装弄我们吧 阿花 对呀 我们说是阿花把杯子打碎的不就行了 可是万一妈妈太熟悉 把阿花不准吃饭怎么办 看来就有一个办法了 妈妈 你回来了 我倒杯水给你喝 今天怎么这么快 我不小心把你最喜欢的杯子摔碎了 哎 杯子不是好好的吗 这是我们用自己的压碎钱去超市买的铜款杯子 妈妈 对不起 看在你们主动承认错误的份上 就原谅你们吧 怪兴人来了 哥哥 家里好像有奇怪的东西 别怕 我数到三 你就开灯 一 二 三 给我站住 哥哥 小心 难道他听不懂我们的话 我知道了 是外星人 外星人 他的样子跟科学老师说的外星飞船确实很像 可是这也太小了吧 说不定 里面住着一群小小的外星人 我来试试 零食 都被吃掉了 乖乖你听 好像有人在说话 阿华 你是不是听到他们说什么了 快告诉我们呀 我知道了 是密码 你们怎么趴在地上写作业 会着凉的 我们在跟飞船里的外星人聊天呢 你们 你们怎么知道这是外星飞船 因为他会发光 会自动走来走去 还会发出声音 他还把地上的零食都吃光了 这是我新买的夜光扫地机器人 他会到处走 把地上的东西清理干净 原来不是外星人啊 别难过 有了他 就不用我们扫地人了 家庭接力赛 本次家庭接力赛的冠军将在这两个家庭中再胜 为了放冰箱 赢了 老妈 我可就不客气了 这速度也太快了 妈妈 加油啊 年轻时候 我可是村里再跑冠军 爸爸 快小小爸爸 老婆 哈小浪考试成绩出来了 快给我看看 第二关是十字路跑道 非常考验选手的忍耐力 为了老婆的冰箱 我每天光脚跑步 上刀山下火海 早就长出十厘米刀墙不入的老简 小小十字路 只可以给我按摩 这样下就不行 爸爸 你的私房钱被我捡到了 可不能让你们暗知道啊 接下来第三关是冯眼过独木桥 咕咕咕 我看不见 眼睛看不见 就用鼻子吻 薯片 笔嘎 辣条 这也可以 现在只要敲敲上面的锣 你们就赢了 根本上不去啊 好小浪 你居然敢考灵花 妈妈 我错了 我们赢了 福宾 我的口笔箱 报小浪 哈哈哈 哎呀 мы Fleisch мы с вами Fa